乡行车一个过弯 撞上前方女骑士 机车倒地 女子还滚了一圈 幸好只有轻伤 自行站起身 撞得不轻 乡行车保险感掉落 驾驶机有人 也立刻下车帮忙扶正 并查看伤势 这时围观民众 越举越多 驾驶缓缓往巷口走 一流烟 两个人竟然手刀狂冲 从马路冲进暗巷 两人以跑百米速度逃离现场 150公尺 从巷口冲到巷尾 只花了21秒 原来造势驾驶 是26岁的陶役移工 开车撞人闯下大祸 加上围观民众越聚越多 担心被抓 竟然当街烙跑 总实在的 150公尺只跑了20几秒 其实跟 比正常人的速度还要快 陶役移工出车祸撞到人 连保险感脱落 也不管汽车烙跑 幸好女子只有轻伤 否则造势陶役找谁赔偿 警方事后巡线抓到人 转交移民署专情队 依法送办 记者曾伟祥 黄湘富彭新 南投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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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